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杨 上个视频说到疫情过后 汽车究竟是会便宜说还是会贵 现在我只阐述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我想应该会比较便宜 相对便宜 不会高 有人说了 现在汽车疫情过后 肯定会进入一个小爆发期 好多人都不买交通工具了 汽车它的这个量肯定是有的 因为现在也没法涉产汽车嘛 所以说好多人说 就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说肯定会贵 但是我想说的是 现在是一个资金为王的时代 现在好多自来店根本就撑不住 没有现金流的注入 知道吧 现在像奔驰吧 奔驰现在一天都能损失4个亿 你想想其他的车企怎么办 过年期 年轻涨价了嘛 涨价了一波 是吧 疫情过后好多店 它这个生产日期 也好多有的不是进气车了 本来是三个月份内的车 就叫进气车 三个月份至六个月的车 好多人都认为是苦腿车 对吧 其实六个月以内的车都是进气车 但是有的人不这样认为 所以说我认为汽车绝对会降价 不降价没有道理 不降价的话汽车卖不掉 然后司机占用的利息一天一天都比较高 是吧 女的人会说 他这个现在好了不都是 压给那个银行吗 就是说把合格证和钥匙压给银行 银行给利息 是的呀 但是那样也要一天一天的付利息 一台车十几万 几百台车呢 对不对 就是几千万 几千万一天的利息是多少 可以特别多 好 我现在就讲到这些 特别简单 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当然了和网上你们看到的一些视频 肯定没有别人那么全 知道吧 因为我昨天前几天为了司机店 根本就没有人现在买车 都有值班的 但是没有人买车 你想想司机店上班那么早 干嘛嘞 肯定是想买车嘛 但是没有人买 他们肯定也特别着急 知道吧 今天就说到这些 谢谢大家 感谢关注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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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